纵观汽车的发展用飞速形容也不为过 更新换代的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而众所周知的红旗牌汽车是由中国一汽集团 直接运营的高端品牌 1958年在每一位新中国的人民期待中 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我国重大活动中的第一台国师用车 红旗牌翘车诞生了 再多年后它也不再只是行政礼宾车 而是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红旗现在是真的火了 还被称为是国产车的骄傲 可是当时的红旗汽车并不叫红旗 而是叫东风 发动机是汽车的灵魂 就相比于大脑对于人的重要性 没有了它一辆汽车就不能正常行驶它的功能 可你知道红旗的发动机是哪个国家的吗 这里肯定是告诉你 红旗汽车的发动机是我国的 但是不可质疑的是 它借鉴过国外的技术 红旗当年第一台发动机 是参照当时的新华社的一台克莱斯勒 帝国轿车制造的 基本上是由新中国的技术人员手工完成的 红旗上市HQ3 在天津一系丰田生产线生产 发动机由天津一丰田发动机工厂生产 红旗H7的发动机从1.8T到2.0T 还有3.V6都是它的灵魂 而在很多人看来 我们国家的东西不是山寨就是抄袭 可是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 值得我们引以为傲 很多博产汽车的自主品牌 也研发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动机变速箱 就像红旗一样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国家有信心 我们的民族正在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着